有沒有其他問題? 就剛剛在拉練習曲的時候 一不準的時候 老師就會說不準了 可是我自己練的時候 不準了我會到很後面才聽出來說 啊好奇怪喔 然後我就會開那個調音器 就會發現啊好不準 就自己練的時候 可能馬上就發現自己拉不準 嗯哼 剛才我們說不是獨立的去看 某一個音準不準不是這個概念 一定是跟之前的一個音 或者是兩個音或者是一個 我們當他是爬音去看 我們才知道的 為什麼我們覺得有些人唱歌 很難聽啊 呃說五音不傳 就是沒有去掉的感覺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去掉 就是唱出來 歌詞唱出來就算了 但是 那時候如果 多一點 利用之前的 音或者是之前一個小節 幫我們有一個較穩定的感覺 那音準就會好了 如果我們有低大調的感覺 你多唱譜嗎 多唱音階嗎 唱音階 嗯 嗯 我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卡帕 練了可能練了兩個禮拜了 嗯 我就會唱 然後拉 像最近拉 覺得不準的時候 就會覺得怪怪的 可是像練習曲 剛練的時候 就是不熟悉那個旋律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靠感覺 怎麼講 嗯 其實我聽不出來 那個音跟前面那個音 應該要差多少 或是 比較下來 他應該是準的或不準 你聽到了 你聽到了 你聽出來了 你的 神情告訴我 你聽出來了 表情告訴我 我又問 分別就是 這個是準的 上次這樣就不準了 為什麼你現在聽出來 因為 你聽到我了 你心裡已經有下一個音的音高 可能你 不敢唱 或者是 你唱的不夠穩定 或者是 你不是一唱 就能夠唱出這個 但是 你心裡其實是知道的 所以 你一聽到這個 偏低的 Rae 你才會 這樣 有一個練習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興趣 可能 每 三個音 或者是 四個音 拉拉拉 不要撩下去 唱 拉 然後才拉 拉 之後是 拉 之後是 拉 之後是 收 收 拉 C 之後是 E flat 拉 拉 拉 這個練習是在練什麼 我就是 在練 我們拉琴跟心裡 那個唱 那個 心音 有沒有關係 是不是一直在 一直在唱 如果真的是一直在唱的話 拉琴停下來 我們唱 也會很有信心 不會覺得沒有信心的唱 也會很有信心的唱出來 像 Hi-Fi 把那個 Volume 打開 就有一個 很準的 你要 你要唱 之後的Rae 唱 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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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OK 你的Rae是这样 Rae Rae 随便一個Rae 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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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普一定要唱准 你要确定自己是唱准 现在的练习的方法 其实最后就是要我们的信心变多 怎样可以增加信心 就是你确定自己是做的 如果你确定自己做不到 那也很好 我真的做不到 我知道唱了多少 很好啊 低了 你一下就能够说出低了 那也很好 所以就是要有一个确定的 一个看法 不准 怪 那个ray对了 当我叫学生你唱普 我就不明白 其实你没有唱之前 你已经知道这个ray一定不会准 但是你还是继续 就不够气 有信心 在爬上 就在这里 手也要放在这里 不是 低一点吧 你低一点你就跌下去了 你有没有唱 卡拉OK啊 没有 你不喜欢唱歌 唱歌 OK OK呢 就简单一点吧 多唱 很有 背后在练信心 在希望能够增加信心 用这个态度去唱 不是单纯的 哦 音准要调音器 他说我准啊 那个没有用的 最有用的是 OK 掉了 调音器 放在 不知道哪里 然后 不理它 这个才是 能够 练你的信心 怎么都没有了 我只有 这个态度 我去练 练十遍 练二十遍 我是准备好 放松 但是我准备好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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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唱 英诚 唱 他音 啦 啦 啦 不是 啦 啦 啦 不是这样唱 就要唱 我觉得你做到的